白小园这次评测的酒 是狼酒公司的炫彩小狼酒 这酒的口号很厉害 号称江湖小狼哥 酒好话不多 那酒好不好 我从头开始说 这酒是浓匠煎香井 45度 二凉小瓶装 单瓶30块钱 用煎香国标 标优寂酒制 那国标的优寂酒 对质量的要求 包括细腻丰满 优雅富裕这些 我觉得小狼酒够不上 但国标里没有的 这酒反而是做出了一些新东西 我先说优点 再说缺点 这酒闻香很舒适 很柔和 具体是菠萝的甜味 还有粮食发酵 蒸熟的香味 是浓香风格 入口比较柔和 口感是甘甜 后味有酱香 回味有纯甜感 饮后反应不错 我喝了二两没问题 而且整体喝起来比较舒服 那优点说完了 说缺点 浓酱煎香酒呢 入口应该是浓香风格 讲究的是浓郁的 腼甜感 但这酒入口的甜 不够浓郁 也不厚实 就好像糖水的甜 而且这个甜 还有点发闷 这个闷呢 具体的感觉 就好像喝冰镇可乐 和常温可乐的区别 就不够爽烈 而且整体的香气 散得快 再说后味 这酒后味 是有酱香风格 但是酱香的焦糊味 是有点明显的 喝完这酒之后 我去竖碗口 嘴里还有苦涩味 那整体看呢 小狼酒 号称是浓头酱味 我喝起来感觉是 甜头苦味 这酒呢 浓酱两种味道 都做出来了 但是浓香的 绵腆浓郁 和酱香的细腻醇厚 没做出来 这酒太薄了 香气不丰满 我觉得这酒 是有浓酱的味道 但是缺煎香的风格 但是呢 酒好不好喝 和好不好卖 这俩不一样 小狼酒卖的挺好的 尤其是新酒友喜欢喝 是因为这酒不臭 度数也低 甜甜的 挺好喝 所以我体会出来的 一些酒体缺点 可能是狼酒 为了年轻酒友的喜欢 特意设计出来的 那狼酒的煎香工艺 确实也是改了不少 我再说说 狼酒煎香是怎么做的 那过去的狼酒煎香 就是老的狼犬酒 那个酒的煎香工艺呢 是叫一步法 就是把浓酱 这两种工艺 都融在生产过程里 那这酒产出来呢 直接就是浓酱煎香 这叫一步法 后来呢 狼酒改了 不用这个办法 用两步法 就是酱香浓香 先分别生产 再勾在一起勾兑 那这个小狼酒 就是用两步法做出来了 那除了用两步法 小狼酒呢 也做了别的改良 比如说有这么几点 第一呢 是为了出酒率高 就把高量的破碎度调了 第二呢 是为了突出酱香和焦香 就做了超高温曲 比传统酱香的高温曲还高 第三呢 是为了香气成分更多 就延长了发酵期 第四呢 是为了提高农香机酒的质量 和生产速度 就在教室里加了生物培养液 来促进发酵产香 这是小狼酒在色 香 味 格 四个标准的评分 满分是40 得分是26.5 加上50的基础分 是76.5 这个分并不高 我觉得小狼酒 好在柔和 香甜 是讨巧了 新酒友的喝酒体会 差在寡淡 轻薄 可能是失去了 老煎香的丰满细腻 再来说说 这酒的倾价比和作为送礼 是不是拿得出手 这酒二两 单瓶30 参考酒制 我觉得卖的挺贵的 在白酒市场呢 煎香的溢价是挺高的 之前有个数据是说 白酒整体市场 清香型白酒 是以15%的产能 占了12%的份额 煎香呢 是只用3%的产能 就占了7%的份额 那这种高溢价 再加上狼酒的影响力 再加上二两 这种小包装酒的市场 可选的酒 比小狼酒好的 也基本是没有 那它卖的贵 也是合理自然 所以性价比 我给了三分 那是不是拿得出手呢 我觉得在品牌和包装上 都很好 是既大盘又时尚 尤其是适合 三两个好朋友 聚聚会 少喝酒 多聊天 所以送礼请客 这一项 我也给三分 但是 这酒的瓶口 设计有点问题 这酒是两个盖 外头的大盖 压着里头的小盖 打开之后 就拧不回去 倒酒呢 是顺着嘴 往瓶子上流 狼酒是说 这酒的设计理念 是直接对嘴喝 这叫直隐心风尚 可以减少 使用酒杯 那进而减少 刷杯子的 用水量和人力消耗 这个我就不评价 最后呢 是综合以上 加总评分是82.5分 那在白酒员的评测定级里 属于第三档 优质 主要的得分项 是大品牌 和在酒工艺 酒体设计上的创新和特色 那时分呢 是在传统奸箱的评价里 缺少唇厚 丰满细腻这些要求 好 董白酒 上白酒员